第82集 阎王暴怒 不得不说 唐新盛在看到楚阳并且承认身份的那一刻 内心的挫败感是如何强烈 自己智谋超群 自负算无一策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孤身一人来到铁云 凭借超着的智慧和情报网的帮助 一路青云直上 将铁云群雄玩弄于掌骨之间 以一个奸细的身份 却坐上了铁云城的圣人一般的地位 若是不暴露 只等第五青柔一起兵 铁补天一死 铁云国群龙无首 天下大乱 那时候 自己登高一呼 就能在顷刻之间颠覆铁云 已经是万事俱备 只等合适的时机了 却在这种时候 阴沟里翻了船 而且击败自己的 居然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 唐先生如何能够服气 正因为这份不服气 让自己放弃了立即逃走的心思 实质报复 唐先生是个骄傲的人 他这样的人 在质迹上居然输给了对方 自然要从质迹上找回来 所以唐先生发誓 要让楚阳在最大的屈辱 最以为算无一策 最得意的时候 被自己惨败 并且亲手杀死 这对一位智者来说 才是从肉体到灵魂最深层次的打击 唐先生对楚阳实在是恨之入骨 十多年的心血啊 楚阳一到就化作乌有 但楚阳偏偏就是利用了自己对他的恨 对他的不服气 借助自己的心态 从容不下陷阱 让自己再也无力回天 当他没想到跟楚阳斗志迹的时候 楚阳却已经先出了手 凭着算计将他揪了出来 当他想要和对方斗志迹的时候 对方却动用了武力 当他想要和对方动武力的时候 却已经不能动了 卑鄙吗 卑鄙 但是这份算计能力 却让唐先生不得不服 他不得不承认 在自己故意让楚阳认出来那一刻 自己就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 这本应该是自己主动的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有的主动权就都到了楚阳的手中 直到最后 唐先生在心里问自己 若是我换作跟他一样的地位 我能做到这一切吗 能够以一位武士修为的身份 击败并活捉一位九品五尊吗 而且不借助别人的力量 答案是 自己做不到 自己不是被打败的 而是被算计败的 以自己的智慧居然让别人算计致死 这还有什么话可说 所以唐先生长叹一声 放弃了所有努力 甚至连骂都没有骂楚阳一声 就那么闭上了眼睛 放弃了抵抗 唐先生还有一点不知道的是 正因为他这一份报复心和他的这份自负 使得他在第五轻柔的消息到来之前 就离开了自己的府邸 导致了第五轻柔的书信落在了楚阳的手中 或者 这才是他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楚阳看着唐先生从愤恨到极点 突然转变成平静 心中却是一脸 这唐先生到了这种绝望的地步 竟然还能保持内心稳定 瞬间就平息愤怒 着实是个厉害人物 难怪第五轻柔对他如此寄予众望 来人 将这个老头带走 关到补天阁 用最重的架锁 下令的是程子昂 楚阳已经在沉思之中闪身出了圈子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群之外 等到散在树杖之外的黑衣杀手们围上来的时候 就只看到一个神秘的背影 除了程子昂之外 没有人知道 那个年轻人就是楚阳吗 程子昂看着楚阳的背影 墓中露出了崇敬的神色 楚御座 果然是楚御座 谭笑间就令强敌束手 不动声色 勤获敌求 武士修为 却取得这样的成就 谁人能及 同时 程子昂的后背 也机灵灵地出了满脊梁的冷汗 到此刻 他才感到强烈的后怕 九品五尊 这个世人眼中的文弱书生的唐新胜 竟然是九品五尊 竟然是一位超级高手 天哪 自己也才只是三品刀尊而已 至于陈宇彤 他只有一品五尊 若是真的与这个唐新胜打起来 恐怕今天来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 而唐新胜 依然可以扬长而去 九品五尊啊 若是一一想走 恐怕整个铁云城 没有几个人能够拦得住他 而且唐新胜 还是狡猾到了极点的一个人 怪不得 他如此自信 也如此自负 居然就在自己家的门口 设下这样的陷阱 利用自己来扶杀 羞辱楚言吗 一想到这儿 程子昂就觉得 从天灵盖到脚底板 一起凉嗖嗖的 他想起了楚阳刚才的站位 若是唐新胜不顾一切出手的话 那么 楚阳倾客之间 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绝无半点侥幸的机会 但当时 楚阳竟然神态自若 谈笑风生 看不出一点的紧张 这楚玉座的定力 还真是强悍啊 程子昂不知道的是 楚阳现在也已经汗流浃背 一声令下 众位黑衣人压着这个老头 就像伺候自己的亲爹一般 前呼后拥的 立即回到补天阁 老头 就是老头 唐新胜没有暴露身份 程子昂自然更加 不会将他的身份泄露出去 以免引来大麻烦 至于唐新胜的家人 楚玉座说过 不能动 留着 由楚阳王这句话 程子昂相信 不要说是自己不敢动 恐怕就算是铁补天太子 和龙城大将军 他们也未必敢动 楚阳已经回到了补天阁 他的背上也是一身冷汗 吓得几乎魂不附体 第一件事 就是将天机堂的人叫过来 大骂一顿 陈宇彤等人也算是倒霉了 被喷得满头满脸都是唾沫 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楚阳王大骂的声音声震雾顶 震聋发聩 你们他妈的 都是猪啊 猪都比你们聪明 猪也比你们办事有把握呀 什么东西呀 你还搞什么情报 统统给我滚蛋吧你 回家种地 你们都侮辱了厨头 天天吃大白米 把自己吃成大白痴了 是不是啊 一群混账到天昏地暗的混账东西 一群到日月无光的狗屎 楚阳王的暴怒 让整个补天阁为之战力 里面的人正在挨骂呢 人人脸色惨白 低着头死死的不敢抬起来 外面的人 两股战战满脸惊悸 陈宇彤站在最前面挨骂 浑身都充满了痛磨心子 却一句话也反驳不上来 天机堂交上来的情报 唐新胜 文若书生 智慧超群 智记超群 没有武力 却运筹帷幄 算无一策 善于掌控 这句话 还是在楚阳要求第三次核实的时候 陈宇彤亲自写出的调查报告 而就是这份调查报告 险些就让楚阳王 真的到阎龙王那里去报道了 一个文弱书生 姚神一变成了九平五尊 这简直是天与地的差距啊 这么天大的错误 绝对不可饶恕 倘若楚阳王真的出了事 估计整个天机堂 都能被铁补签给灭了足 哪怕是一句 武力修为不祥 无人见过他有武功 转换几个字面意思也行啊 那样 楚阳也就不会就这么一个人 兴冲冲的找了去了 这下子可倒好 要不是前世出生入死 养成的小心谨慎的习惯 要不是楚阳习惯 不管做什么事情 也留个后手 要不是楚阳一向信奉 狮子不吐 一用全力 那么这一次 楚阳王 楚阳王去了 就等于是给唐欣胜送菜去了 多悬啊 楚阳想想就觉得大腿抽劲 太可恶了 虽然自己终究是平安归来 而且大功告成 但这种错误 却绝不能姑息 再这么马虎大意下去 面对的又是第五清柔 那种阴险狡诈的盖世枭雄 说不定 啥时候就要全军覆没呀 正在楚阳王的咆哮 震动补天阁的时候 陈宇同的救星终于来了 程子昂得意洋洋的 压解着老头打扮的唐欣胜 回到了补天阁 他这一回来 顿时就牵扯了楚阳王的经历 丙玉座 属下幸不如命 将这个老家伙 逮捕回案 撤来交令 程子昂很是有些趾高气昂 看着正被骂得满头唾沫的陈宇同 更是幸灾乐祸之急 一边熊啾啾气昂昂的禀报 一边一眼又一眼的瞄着陈宇同 几没弄眼的 连黄板牙都露了出来 笑得见眉不见眼的 爽啊 真爽 看着别人挨骂 就是爽啊 陈宇同咧了咧嘴 愤愤的看了他两眼 心里头把程子昂 祖宗八代 全都问候遍了 程子昂到来的时候 正是楚阳王骂人骂的口干了 正端着茶杯喝水呢 一听程子昂得意洋洋的禀报 顿时扑的一声 将满嘴的茶水都喷在了程子昂脸上 接着就咳嗽起来 程子昂的神情顿时很精彩 他本来得意洋洋 满面春风 哪想到突然间天降暴雨 还带着温度的 一刹那就变成了洛汤鸡 伸手抹了一把 茶水淋漓 居然还抹下几片茶叶来 不由得满脸纠结郁闷 他偷偷的瞄着楚阳王 心中一个劲的抱怨 阳王爷啊 您这是咋的了 陈雨彤看到程子昂的狼狈 顿时心中大爽 忍不住的张开嘴就笑了出来 可是只笑两声 就赶忙醒悟了 自己现在还是戴罪之身啊 怎么能得意啊 于是赶紧闭上嘴 偷偷的往上瞄了两眼 看这位楚阳王 还在哮喘一般的咳嗽着 这才放下心来 接着眼观鼻鼻关心 站得笔直 这楚阳咳嗽了好一会儿 才憋红着脸抬起头来 暴怒的大喝一声 你还有脸在这得意啊 我问你 让你去 干什么去了 程子昂瞠目结舌 满脸高兴兴奋的表情 还来不及收回去 就马上换上了一脸错愕 表情甚是奇异 张大的嘴巴却是娜娜的说不出话来 你说啊 楚阳很怒 怒不可 你很牛啊你啊 让你去监视别人 你是怎么做的你啊 你把自己送到人家鼻子底下 让人家监视着 说你是猪 都侮辱了猪 噗的一声 陈雨彤连声咳嗽 实在是太爽了 忍不住了 程子昂面红耳赤 手脚顿时全没了放处 人家就在你的屁股后面 你他妈的放个屁 他俩就得捂着鼻子 你居然还是那么兴高采烈的跟我谈是吗 西瓜子啊 白瓜子 楚阳直接被气得头晕脑胀 他咬着牙指着程子昂的鼻子暴跳如雷 你说说你啊 你说说你啊 让你去监视 让你去对付敌人 你居然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 被人家利用成了对付我的陷阱了 你自个儿呢 还在那自鸣得意 就你啊 楚阳手指颤抖气得直喘气 你 你知道猪的奶奶是怎么死的吗 你啊 程子昂被骂的 正是头昏脑胀 狼狈不堪 骤然间听到这句问话 他不由得条件反射一般的迷茫的问道 怎么死的 笨死的 楚阳大吼一声 愤怒的无法遏制 就你这样智商 居然还来请功呢 你居然还洋洋得意 你居然觉得自己很聪明 是不是 居然还趾高气扬的嘲笑别人 你居然 你怎么能勾你啊 你怎么能这么厚脸皮呢 陈宇彤终于忍不住 抱着肚子蹲在了地上 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拍打着地面 上气不接下气 浑身都有些静暖了 不行了 哪怕接下来就是被砍了头 我也得笑个痛快 第八十二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没有人吻的 陈宇彤终于忍不住